那你看他们这样子蛮横无礼啊 当你民进党是执政党的时候 你所有的事情都未经讨论 包含高专业表赛 都是未经讨论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 曾有华 5月9号韩国瑜当场发飙 那柯建民也当场怒标 他们就为了党政协商 韩国瑜讲的一段话 韩国瑜说未来党政协商 四国是各位党团的重要成员 就是干司长副总招总招 这三个席位 你来参加党政协商的时候 能不能长话短说 一个人限制三分钟 结果柯建民就发飙 你不能限制我的发言 就是说 民进党认为 我们表决输了那就输了 你不能限制我的发言 不能够学国民党一样的 讨论都不讨论 也不让我们发言 就直接提上会动议 这个是柯建民的态度 柯建民昨天是标骂了韩国瑜跟周恩来 他说周恩来不要老是在那边出主意 然后立很多条条框框的 柯建民这个就显示 我立委最大 我高兴干嘛 我就干嘛 柯建民在那边讲的时候 他还讲到言论自由的问题 他不配讲言论自由了 那韩国瑜就是说 休息十分钟 休息三分钟 然后再度召开党政协商的时候 第一次 第一次他休息 那第二次 韩国瑜没有开口 讲了几句话 韩国瑜没有开口 他又讲 那韩国瑜说 那你误会我的意思 但是柯建民自己讲了十分钟 那可以看得出来 柯建民急了吗 那事实上 对付柯建民最好的方式 你就让他在记者会讲 让他讲的爽嘛 开会你就不要让他讲 我跟你讲 对付柯建民 那我就有一套 就是说 叫他自己开那个记者会 你要讲十分钟 二十分钟 三十分钟 甚至一天 我都随你 但是在会议现场 你就干脆直接封杀他 你就干脆直接封杀他 为什么 因为柯建民就因为五项改革法案 跟徐晓星那有关的所谓立委 职权行司法 你就不要让柯建民发言 只要提到民进党的版本 你就封杀 你就表决 就是表决上会 不要让他讲这句话 对付这种人只有用这种方式 为什么 就是跌跌不休 以老卖老 跌跌不休 以老卖老 然后今天讲韩国瑜 明天讲周恩来后天讲那个傅康奇 就是不要让他发言 你就看民进党怎么办 你民进党 那你只要给他半条路的话 这条路他都会给你打通的 他可以把死人说成活人 所以对付民进党最好的方式 就是不要让他发言 把他法案全部封杀掉 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第一个会期是练兵阶段 因为陈建仁是看守内阁 看守内阁什么事都不能做 到了卓龙泰上台以后 就好好的修理 就是说国民党要有在野党的样子 不要处处都为民进党想 好比说和南政策的问题 你好比说经济发展的问题 你好比说大陆观光的问题 你不必为民进党解套 民进党就是希望了你解套 所以才会喋喋不休 故意造成一个冲突场面 回去跟他的支持者交代 那我尽力了 那你看他们这样子蛮横无礼 当你民进党是执政党的时候 你所有的事情都未经讨论 包含高端疫苗战略 都是未经讨论 那现在那你变成第二大党 难不成 你还想跨越国民党跟民众党吗 现在柯建民讲 你不能限制我的发言 我是韩国瑜 我就说我不会限制你的发言 你要讲话 你到记者会上讲 在我党谈协商任内 每一个人发言不得超过三分钟到五分钟 还有第二个 人家讲话不要打断 还有第三个 请你讲你要紧的 我负责党政协商 你还跟我谈什么言论自由 那民进党就是找茬 他找茬的结果最好的方式 第一个让他踢铁板 第二个把他嘴巴封起来 那你第三个你真要硬干那就表决 就是说当民进党不想跟你好好谈任何事情的时候 你就用这种方式对付他 现在我很多国民党的朋友对我很好 过去天天骂我天天骂我说 说蓝白河如何如何 那你天天都在骂国民党 我说因为你不争气 我说你生气不如争气 现在他们对我很好 说那你教我们对付民进党的方式 真的是很好用 但是我也告诉他们 任何事情要有理性 那这种理性是放在政策上面讲 我说个人恩怨可以跑在一边 对于柯建民来讲 我就主张把他送那个纪律委员会 然后他们又跟我讲纪律委员会发行 我说你就送那个愿会谴责 我说韩国一定要那个表态 就是说一个发言失当 拿人命生命财产开玩笑的这个人 他已经失格了 失格你还尊重他 甚至于你们国民党应该这样子讲 不管如何 只要柯建民在场 我不跟你协商 就逼着赖心得 逼着民进党非要处理这个问题 不然的话他天天调侃别人 对不对 所以我就告诉国民党 对付柯建民就是不要让他讲话 要他讲可以 你要言论自由 那你自己开那个记者会 最好的方式 那你让你自己一个人讲的爽吗 那失言的问题一定要解决 因为他太严重了 什么老天有眼地震 在花莲阻挡了国民党的法案 这个是拿人的生命财产 还有受灾心境开玩笑 你何其冷血 对付冷血的人 你难道还要一腔热血的 去抱他的大腿吗 对付冷血的人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